我們用AutoBlock來做一下算式計時器 那首先我在我的畫面裡面 設定一個None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用來計時用 None是這個程式要不要開始執行 把它設成False 那我們會用到鋒鳴器 鋒鳴器是類比角位的第九號 把它關掉 然後讓它重複執行一件事情 如果數位角位2 這個是按鈕 我按下去呢 它會變成高 變成高之後 我就會啟動這個程式開始計時 然後把Run變成True 那接下來如果Run小於20 我現在把它改成20秒 而且Run等於True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做計時的動作 那計時裡面我們這邊有個副程式 那Delay900毫秒 為什麼 是因為這個副程式我們Run起來是0.1秒 0.1秒 也就是讓我們的燈閃一下是0.1秒 所以我這邊是900 這邊是Delay900秒 如果超過不是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歸零 把數字歸零 也就是時間到重新計時 重新計時 那如果滿足條件True等於False的時候呢 我們把變數加1 累加的時候我們才有辦法去 辨識是不是超過20秒 如果滿足條件20秒呢 時間超過了 那我們就風靡器就想 想多少 想5秒鐘 再把風靡器關掉 那這就是所有的程式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上傳 回到這裡上傳完成了 那上傳完成了呢 我們就來看我們的 這一個 開放硬體 我按一下秒數 他每一秒會閃一下 20秒後就會 風靡器就會響 響5秒後會停 那我可以再按下計時器 再重新計時 這就是用阿多布拉克來設計 計時器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就會使用阿多布拉克來設計 算式 慢慢的 甚至是 不容易 竟然